第一位是燕玲,哈囉燕玲你好 主持人好,我是李燕玲,我來自山東煙台 那第二位是春蓮 主持人好,我是春蓮,然後我來自湖北宜昌 好,那兩位先自我介紹一下 主持人,我是94年的時候嫁過來這邊的 對,然後因為過來這邊就生小孩 然後一直沒有工作 到現在還在 只有這兩年吧,近兩年的時候自己做一些手作 因為山東人吃麵食 所以我做一些水餃麵、餛飩、蝦餅之類的 手作在網路上買這樣 就是等小孩現在都大了 你現在開始在做一些手作 對對對,因為小孩子現在 小的已經讀小山了,所以他們都讀書時間比較長 所以之前就全職在帶小孩 對 那我家來台灣已經17年了 然後也是全職媽媽 七八年左右的時間吧 然後有自己也是在家裡有用自己家的那個店面 有開一個自己喜歡的一個賣 我自己喜歡的那個禪室的這個禪室系列的東西 自己家裡的店面就對了 對對對 那就是興趣的東西 好,兩位先講一下這個 過去妳的媽媽對妳自己的影響 那主持人我這邊我覺得受媽媽的影響 其實就是一個開朗的人 遇到困難的時候其實都是勇敢的去面對 不會去抱怨 什麼事情都可以慢慢的去解決 妳如果壹亂了思緒的話 妳覺得這件事情很難 妳就什麼事情解決不了 可是我覺得媽媽 因為也沒讀什麼書 可是媽媽經歷的事情 一步一步的她告訴我 就是說在遇到 越是遇到事情的時候 我們越要冷靜的來處理 那反正反而很奇怪 我覺得發生 不管發生什麼事情好像真的是妳冷靜了以後 其實都可以很圓滿的去解決 對 講一下妳大陸的環境好不好 妳們小時候是什麼樣的環境 我小時候的環境我覺得講起來就是比較複雜一些吧 那媽媽的時候是18歲的那一年 其實我們是山東 媽媽是山東 然後爸爸是東北人黑龍江 那個年代應該是北大荒吧 其實我也不太知道 只是聽說那個時候北大荒就是還挺落後一點吧 比山東 嗯 可是媽媽被一個舅舅表舅 就是說去山東去從山東去東北找工作打工 可是去了以後 她們是七八個女生全部給她們嫁人了 嗯 對 然後其實跟媽媽一起去的那些姐妹 她們就是都回來了 都跑回山東 因為東北太苦了 都是泥的房子 而且太冷了吧 也是吧 可是媽媽就是覺得 好像 好像 嫁 嫁機隨機 嫁什麼 嫁了就嫁了 對對對 嫁就嫁吧 就在哪裡就這樣好好生活 可是直到 好像差不多在我四五歲的時候 因為外婆在山東這邊家境還不錯 那個年代算有地主的那種身份 她們就坐了七八天的火車到了東北去看 哎呀 泥土的房子什麼東西比山東還是落後的 就想辦法幫我媽媽她們遷到山東來 哦 妳就跟著回來 對對對 所以好像在七九年的時候 就把我媽媽跟我爸爸都弄到山東這邊來落後 所以我就在山東這樣長大 所以妳講妳媽媽就是能夠這麼開朗樂觀 就是過去這個環境 讓她這樣子能夠面對到現在這樣 對 因為爸爸的脾氣不好 有時候就像媽媽煮東西煮鹹了 我的印象當中就是煮鹹了的話 煮個麵味道鹹了 她有可能拿著筷子就給妳頭敲下去的 哦 比較暴躁 對對對 其實都是沒讀過書 然後那種男人的一些 我覺得就是其實沒有文化吧 對於他們來講其實很 就大人 對 可是媽媽也是這樣子熬過來 對於我跟我弟弟的栽培的話 其實也是蠻用心的 她永遠都是告訴我們 遇到什麼事情就是樂觀 對啊 我們家沒有負面的那種 對 別人去議論說誰怎樣怎樣了 可是我媽媽都會從另一個角度 她為什麼會這樣 噢 釋出必有因啊 對 就會去告訴我們 直到現在我覺得 對於我的小孩子的話 我跟他們說的也是這樣子 妳也是用樂觀開朗去帶妳的小孩 對 比如說小孩子被學校被誤會啦 什麼我告訴她 其實我們沒有什麼 就是值得讓我們不開心的 妳覺得這個事情會那麼重要嗎 妳想到讓妳回來情緒 妳還氣在那裡 可是妳的同學已經沒去在意對不對 或者是她的目的就是為了要讓妳生氣 欺負妳的人她已經不在意 可是妳被欺負妳還氣得要死就對了 對 或者是她本身就想讓妳生氣的 反而妳是妳如果妳在氣的話 是不是就中了她的計 我說妳不要幫她當成是一回事 那妳不會就不會中她的意 那這個事情也就解決了 喔 自己受罪就對 對啊 春蓮講一下妳的母親 呃 我媽媽就是 呃 因為她 她有那個 她其實從小的出生環境是家境還很不錯的 她的爸爸媽媽也是地主的那種身份 但是因為 因為爺爺她就是要去那個外面去充軍嘛 對 然後然後媽媽就是給奶奶顧 她她好像掉到水塘裡 然後事實上也沒辦法呼吸 已經沒辦法呼吸了 那聽人家說妳可能用火怎麼樣子 烤一烤燙一燙 真的就活過來了 把她救起來 因此臉上會有一些那種就是燒燙傷 然後因為這樣呢 然後就嫁給我爸爸 那我爸爸是呃 其實家境就是連父母都沒有的 你知道嗎 然後家境非常的就是很貧 貧窮的那種 對 因為這樣組合在一起 所以呢 其實還是有很多的 很多的問題產生 但是媽媽就是 因為爸爸就是說得過且過 那媽媽就是說 呃做什麼事情一定要把它做好 然後很用心的 嗯 然後 然後對 對她 對我外婆是 就是因為因為這樣所以在 她 我爸爸是上門女婿 然後我媽媽就是呃 要要容忍很多的就是 因為後來外公很年輕就過世了 那那奶奶她沒有辦法接受 生活差那麼多喔 嗯 之前就是家境很好 然後所以對小孩子 就是壓力給蠻大的 那媽媽就是抗壓心非常強 那我們學到就是再怎麼樣 就是 就是父母對你再怎麼樣發脾氣 那你永遠就是 長輩 嗯 所以讓我們覺得說 那以至於讓我現在 呃 影響我的 就人生觀就是 就是 善良一定是排在第一 她一定是會有回報的 嗯 對 所以你們呃 用什麼方式來教養小孩 就是樂觀跟善良嗎 這兩個 呃 做什麼事情 就是從小事情做好 那 沒有做好的話 通通 沒有 往後急沒有用 對 然後 呃 就不要用有欺騙的 也是這樣子教的 嗯 對 因為我覺得那樣子 雖然是一個很辛苦 因為你學壞很容易嘛 學好太難了 因為你的東西 建起來很很難 那你把它毀壞一瞬間就可以 對 沒錯 那我就跟小孩說 呃 雖然很辛苦 但是 因為我們的人生就是 就是這樣子創造的 對 她就是 沒辦法走捷徑這樣子 是 那燕寧你呢 那主持人我覺得我 教小孩子吧 主要就是讓他們真誠 嗯 誠信 特別是我一直告訴我兒子 他男生嘛 你不管以後你的工作 或者是你想要做一個生意的話 你不能因為想要賺錢 你就沒有了你的誠信 因為考慮到你的利益 那所以我兒子都知道 其實先付出一些 得到大家的信任的話 其實你做什麼事的話 都比較順一些 嗯 對 OK 好 最後兩位講一下這一次的一個得獎的心得好不好 這次得獎其實 蠻感動的 嗯 對 很意外嗎 算是人生第一個 一手拿獎杯 第一手拿獎牌 第一手拿獎牌 對 是這樣子的 嗯 其實站在那裡的時候 其實在前面這些日子很多人都說 哎呀 你 你就是一個模範 母親 你就是一個好媽媽 你對家庭的付出 因為很多 朋友姐妹她們知道我一些事吧 因為我是一個沒有正當的工作嘛 實踐自由 所以我喜歡去學習 嗯 到處去聽演講 然後聽一些道理回來 運用在自己家裡 所以她們覺得 哎 你對家庭的付出 其實你適合一個模範母親 嗯 那我覺得其實 我說每一個 就是成為媽媽的女生吧 她們都是模範母親 因為帶小孩子都挺不容易的 嗯 不管你後來你把你的小孩子交的說 被社會上評論是說有成就還是沒有成就 可是我覺得媽媽在你嬰兒期的那種付出 其實真的挺不容易的 是 把你帶大 對啊 然後那這次這樣子拿著這獎 我在台上我心裡在想 哇 我又模範母親了我要做得更好 更有壓力 對 所以說還會繼續的去 學一些我所不知道的道理啊 或者是東西回來 嗯 教我們的小孩 是跟好好的 過自己的日子吧 嗯 好 春年 很謝謝那個理事長 然後頒這個 這麼有意義的活動 嗯 那得獎 我是覺得是 不 是不太 算 覺得自己很普通啦 那只是很多優秀的媽媽把機會讓給我們 那我覺得 我覺得只是說 我自己 我自己還有很多值得學習的地方 就是 我非常羨慕人家 不管家裡貧窮還是富裕 就是有一個非常好的氛圍 那是我要學習的 那 其他的話 就 只有 繼續加油做得更好 謝謝 好 謝謝兩位